争议,球迷赛后批评蔡斌,知道为什么朱婷一直不愿意不回来了吧? 网友热议一针见血地指出,中国女排对阵荷兰女排,中国女输了,我个人认为完全是教练的责任,与队员没关系。 特别是第四局在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,你教练换什么人? 还有在还有两个赛点的情况下你还换人? 还有第五局,最后荷兰一个赛点你又换人? 老蔡斌不知什么意思,蔡斌曾经带过中国女排,一失败告终,二进攻,看来还是失败。 蔡斌教练是真不行,这么多年,江苏队几乎半支国家队的阵容就拿了一次联赛冠军,还是靠张公二人在巅峰时期拿的。 其他时候都被天津压得抬不起头,让人不得不思念铁狼头教练,特别对荷兰第四局领先那么多。 最后赛点三个,叫暂定,作为教练应该布置,在接好依传后,转给谁,由谁下定海神针完成。 但我没见他这类布置,只是说基本理论,不断,快速,没说由谁挺身而出,在几号位完成下死球任务,正是无能主帅,累死三军。 如郎平教练在这大好局面下指挥,早就拿下了这四局,哪里还有荷兰女排逆转成功故事。 真的女排队员努力打好形势,却给无能主帅活生生眼看着断送。 总结这次无场比赛,只有一句话,快换掉主帅,不让中国女排只会被带歪的。 我们的球员背包袱,想赢怕输,心里崩溃,领先8分,让人家逆转。 对阵加拿大,第五局也是15比15以后,换人上来发球失误,输掉比赛。 对阵荷兰也是领先换人上来,连续丢分输掉比赛。 不知道这个教练想干吗?每一次,我们球员都把握不住关键分,教练组好好分析一下吧。 对多米尼加队的比赛,放下包袱,振作精神,把场上的斗志冲起来,如有朱婷。 最后就会一锤定音,李盈盈最后累坏了,心有余力不足,关键是中国一船不行,导致二船组织不起快攻,高水平的二船可以把不到位的球船好,组织好进攻。 蔡斌几次换人真的是绝了,丁霞状态不好,干脆就别入选了,给新人机会也行了,换上,移动反应也是慢。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注,创作路上感谢大家的陪伴,我会继续加油的。 感谢大家 Kiito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